我們接著進來酒區 酒區有什麼不一樣 都是比較偏向日本的啤酒 哇那剩下有關日本酒的部分呢 比台灣多了很多耶 日本的清酒的部分 多非常多 一堆清酒耶 超級多 整面都是清酒 然後另外一面都是 Kirin跟Asahi的啤酒 海尼根 那接著後面就是 洋酒類的 洋酒類的話就差不多 對然後這個是 沒有酒精的 Sandori出的 All Free的 酒是沒有酒精的 很適合我現在吃 然後我們繼續往前逛 其他的酒類 你看他的酒類 看一下是有 葡萄酒的部分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酒的 牌子呢 有點差 對然後Costco的山 Costco也有賣這個山 就蠻愛喝的 但是 不知道為什麼 放到深灰塵 來給他畫兩個叉叉 靠联名的山 接著是來逛 食物 就是 蔬菜區 看一下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蔬菜 不過這個地方應該是沒辦法 我們沒辦法買啦 因為 那個蘇谷沒辦法帶回台灣 日本的大根 好大一根 的大根 喔還有賣 宮崎縣產的白菜 就是有點像台灣的 就是說 會有一些當地的一些 產物 草莓1498兩盒 他是博多縣產的 再來看一下那個麵包裙 有什麼不一樣 這什麼麵包啊 這個台灣好像沒有 blueberry的馬芬 這個台灣沒有 然後這個是什麼 Banana Crumble的馬芬 就前面有試吃的 我們看一下試吃品 妳大概怎樣 這是馬德蓮 馬德蓮的試吃 妳現在吃吃是什麼 妳試吃什麼 馬德蓮 超大的 他們試吃的 這個是半個吧 整個切半個 好來看一下就是他的牛肉類 牛肉類的東西 也是有分有choice等級的 他的pride等級是自己有一個專櫃 他的pride等級是一個 一個專櫃 不過反而是 我看一下有沒有 找一下有沒有和牛 台灣目前是有進和牛 那我繞一下看有沒有和牛 牛角肉 然後國產豬肉的豬肉腸 這個絕對不能帶回台灣 不然我就被罰20萬 豬肉沒有看到有和牛耶 這是 為什麼 那看一下烤雞的部分 台灣最愛買的就是Costco烤雞 這邊的Costco烤雞是 也是很便宜 699日幣 剩下這些是有一些 就是組合好的一些 可以即時或是稍微簡單加熱的料理 看有什麼不一樣 這邊像他這個是有煙燻培根的鼻管麵 這個台灣沒有 然後這個是味噌製的 Salt and garlic pork 這是味噌跟大蒜的醃製的豬肉 這看起來好好吃喔 這有賣一個叫是Apple smoke bacon 這是 蘋果の bacon 這感覺很好吃耶 繼續再看一下還有什麼不同的東西可以買 這有國產的雞肉 五骨 國產的五骨雞肉 這可能有點像是我們腹肌食品的 日本的腹肌食品的 它有一些是 可以直接就是加熱後 食用的 哇 前面這是什麼 披薩 Take and break Bake Take and bake 它的披薩是這樣子的 是放在這一區 就是台灣是沒有這一區的 像它有整個滿滿的起司的披薩 還有這個上面是有 番茄 培根 還有這個 這白白一球一球的 應該是 Marzarella的 起司 哇這個好豐富喔 上面有香菇 干貝 蝦 花枝 這應該是海鮮狗外 各式的起司 Seafood 它一個披薩都是 149吧 1500 約400多塊台幣 哇 然後這是它的刺身 這刺身也太多了 然後日本的 很多是賣這種 生魚片類的 像是有 這個 魚卵啊 然後還有這個 辛子的明太子 另外還有這個 另外還有這個 赤身用的一個 Taco 章魚 然後還有 赤身用的 備注 所以他們的這個有關生魚片類的東西比台灣多很多 哇 赤身用的 天然的 紅蝦耶 這個是日本產的嗎 這是愛滋獻 藏華式的耶 加工藝 幾隻啊 123 1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4 14 116 所以一直大概100多 30幾塊錢台幣而已 便宜 另外這個是什麼 煙燻的培根 不不不煙燻的鮭魚 然後再來這個是 宮崎縣產的應該是虱目魚 好 生死區帶到這邊 那我們來看一下牛奶區的部分 哇 這邊有 這個 很可愛的小人 吉吉亞斯 吉吉亞斯的 他有出一些 乳製品相關的東西 這個是 這個是發酵乳 應該是 可能是像養樂多或者是優格類的 然後其他的牛奶呢 他這是 而R1是什麼 鹼糖鹼卡洛里的乳酸菌 名字出的 然後 他的豆乳呢 跟台灣的不一樣 他的是 日本的豆乳 剩下有蛋類的 台灣的是食安牧場 那 他們的蛋類就是 當然是當地產的 那其他的有關乳製品類的東西 大概都在這邊 可以稍微看一下 冷凍區的話 那這個鮮蝦就是台灣优惑 然後他多了 辛子的明太子 你有偷買什麼東西嗎 沒有 我看到一個很大的東西 那有什麼很大的東西 哇 哇 我看你照片 我看你照片 沒有 沒有覺得有什麼特別的 4.5公斤 超正的 4.5公斤 真的太扯了 超重的 那你是不是有賣什麼東西 企業家的牛丼 料理包 一盒有5袋 然後日幣 我看一下 企業家的 一盒5袋 所以他應該跟我們台灣買的是一樣 對 台灣的也是5袋 是 台灣5袋是450的台幣 所以他這個是 他這一盒是幾袋 也是5袋 5袋 大概是800 如果是算稅的話 我多花是948 所以大概是270 大概就是 半價 大概就是原購價的概念 哇 日本的Costco還有賣那個 Nutella的那個 巧克力醬 台灣的已經 台灣的已經沒了 外面有哪一些東西 這有REIT 然後這個是雷神巧克力 然後他的全部都不一樣 這個是巧克力猩猩嗎 然後這個 哇他的餅乾都跟台灣的 不太一樣 這個還有給小朋友吃的這個 換50袋 可以認動物的 有賣這個 台灣的 賣Apple Cake 台灣土鳳梨酥耶 台灣的也有賣嘛 嗯